华林市公所办理的齐来平原第一庄鲜明文化节 25号的下午是在国墙里严平王庙前广场热情的登场 现场有寝师战鼓以及北馆演奏和国乐原住民舞蹈等精彩的表演 还有最受欢迎的博博王竞赛活动 吸引了不少民众暴民四手气 华林市长魏嘉贤表示 希望透过传统记忆的欣赏以及实际的参与 让华林乡亲透过活动也更能深入了解民俗活动的意涵 隆隆鼓声吵乐现场气氛 也为华林市公所办理的齐来平原第一庄鲜明文化节揭开序幕 为了让后代子孙能够了解到祖先伟大的精神 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故事 华林市公所近年来就透过节庆观光活动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到鲜明开墾的碧露蓝绿 那今天也不免数了有直角大赛 那还有我们非常多的一些传统庙宇的活动 希望能够连接出我们大家共同早期的一个记忆 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过去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真的好几天没下雨了 今天也跟叶比巨王庙拜拜 希望能够赶快能够天降甘霖 真的好像会有一些好的成果 鲜明文化节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年 除了受欢迎的直角王竞赛 吸引不少民众报名试试手气之外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加入更多的民俗元素 攻守准备了象征着平平安安 心想事成的苹果及甜城 与现场民众一同进行谢平安祭祀 民众也纷纷在祈福卡上写上心愿 挂上祈福枪 画面十分壮观 除了趣味活动之外 当然还有武师古镇以及庙会镇头 精彩表演轮番上镇 呈现出花莲族群融合的文化特色 也让现场充满着传统庙会文化 热闹翻腾的节庆氛围 记者许立晴花莲室报导